等待捐血的民众到基隆捐血站络绎不绝 有的则是拿着号码牌到别的地方等 3月21号、22号两天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和基隆市乐活人生发展协会做爱心 特地结合基隆捐血站举办捐血送鸡蛋的活动 捐血250cc送一盒十颗鸡蛋 捐血500cc送两盒鸡蛋 鼓励民众踊跃捐血补满血库 我们也期许用捐血来救更多的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我们才特别发起这个活动 那只要你愿意捐血250cc 即可以获得我手上这个总共十颗的有机鸡蛋 如果你捐500cc即可获得两盒还有精美的口罩 那也再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捐血做工艺 前阵子因为缺血很严重 那很多民众都会听到这讯息大家都有感觉 那天气也很好 所以我们这阵子的血量有上来 不上来一点 但是因为我们 我们希望民众养成近期捐血的习惯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血才不会因为天气环境 或者是其他什么动荡液去造成我们的血液 由于是蛋荒期鸡蛋很难买到 因此也发挥效用 吸引比平常日多大约三倍的民众前往捐血 当然有许多民众本来就有捐血的习惯 但是能够捐血做善事 又能够拿到鸡蛋还是很开心 又可以捐血做善事 又可以拿到鸡蛋很开心 对 当然就是很方便 但可以吗 对对对 那个就是比平常心 但是总会有让我们知道 有很多的善事 基东市捐血站也非常感谢市议员张炳钧 以及基东市乐活人生发展协会做公益 协助呼吁捐血一带救人一命这件好事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